斷源殘壁 民眾哀鴻遍野 24年前 921大地震造成全台灣 10萬棟房屋倒塌 对比这次的土耳其强震 成因都是板块碰撞造成极浅层地震 而且规模超过7都在清晨发生 气象局长证明点也PO出 密密麻麻与震分布图 联想921直说是记忆中噩梦 跟921来比较的话 大概差不多差两倍的能量 地震跟断层的长度有密切的关系 差不多要150公里的断层 事隔多年谈到921人鱼记尤存 若土耳其规模7.8强震 发生在台湾都会区人口密集地 地形缘故产生盆地效应 势必死伤惨重 台湾各大断层的发震几率 若以未来50年做推估的话 规模高于6.5以上的高达99% 规模7以上的也有54% 台湾将来一定很多都会去一定会面临到 那种强震就是了 台北盆地里面 所以它的一个盆地效应来讲 会加剧这个灾害的一个情形 所以不需要到规模7.5 7.8 规模6.5到7.0的这种地震来讲 其实就会把双北市的这种 产生一个非常大的灾情 目前台湾观测的最长段层 仅100多公里 发生规模7.8地震几率不高 但繁华都会区 仍不排除长震可能性 这场危机 每一个台湾人都不能大意 环宇新闻张怀生陈品真 综合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环宇新闻YouTube频道 并且开启小铃铛 及时掌握全球时事与最新趋势